干啥 报告忙啥呢 有事说事 没事去干活去 是这样的 这次 郁警官的事情 搞得我也很内疚 本来嘛 是我跟姜葵的事 没想到 把郁警官也给处分了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麻烦你 替我转达一下我的歉意 你跟我说这些干啥 我左思右想 确实后悔 郁警官嘛 脾气不好 都知道 我忍一忍嘛 也就过去了 没有必要跟你们认真 确实 你们郁警也真不容易 你看 我们在这干活 你还要陪着我们 人家都说 犯人有妻 郁警无妻 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原先我没进来 不知道 现在 是有深刻的体会了 那你干嘛 不早点把那地皮画给我吗 哎呀 要不 我后悔呢 就后悔在这 当时 确实是工作太忙了 再加上 对你们的工作性质 一点都不了解 所以就没有重视起来 假如我要早知道 别说是一块地皮一状楼 我保证让你们所有的干警 都住上一百平米以上的房子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有啥用啊 是 不过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是警察 公安也是警察 照我看 他们就比你们威风多了 他们走在街上 老百姓可是尊敬得很 你们郁警呢 又管不着普通老百姓 谁搭理你们呀 刑警抓罪犯 那可是威风得很 抓着了就是英雄 然后送到检察院 法院 最后扔到你们这 判十年 你们要管十年 判无期 你们要管无期 荣誉和鲜花 你们都得不到 要不 我上次来视察的时候 一直表扬你们 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啊 行了 行了 你回去吧 不是的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说实在的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 我发现在我们监区里 你王警官处理问题 最能让人信服 不光是我这种感觉 我周围的许多犯人 都有这样的感觉 都说 像王警官这样 朴实善良 在基层工作了二十年 还是一名普通的干警 太取材了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无论如何 我徐立群 也要为像你这样的基层干警 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虽然我现在落难了 但是 我的关系网还在呀 只要为你王干警 解决问题 我徐立群二话不说 保证全力为你解决 我 只要你是好好改造 也就算我们没白费心 那可不成 你们干警都有困难 尤其是你 你说出来 我徐立群是个直信子 知道了不解决 那不是我的性格 毕竟 我还是在过为他嘛 俗话说 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嘛 对不对 只要能为王警官解决问题 也就是我徐立群 为这个社会做的最后的贡献了 王警官 你吞吞吐吐的 像个啥男子害吗 我说出来 也不怕你笑话 我那老婆 在家闲着 也没啥事干 你说 跟你说这些干啥 算了算了 不说了 你说嘛 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 说说看 也没啥 我就是想给我老婆找一个 不累的活 一个月 能挣个一千多块钱 我心里也就满足了 小吃一桩 这件事包在我徐立群身上 我给你写一封信 你拿着这封信 去找一个人 这件事 保证可以办成 那太添麻烦了 不麻烦 有没有纸盒笔 我现在就给你写 有有有 给 老王啊 老话说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我相信这句老话 是不会错的 我相信 有你这份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和敬业精神 将来 你一定能干出成绩来 你呀 就不用夸我了 我呢 也帮不了你什么大忙 以后啊 你想吃点啥 用点啥 你就跟我说就行了 哎 说这话就见外了啊 我帮你办事 并不是想求你什么 你要再说这话 那我不给你写信了 别别别 记住了啊 下次 可不许再说这话了啊 你好了 挺好 就这样吧 啊 哎呀 哎 你啥不报告你就进来了 啊 回去吧 是 把门给我关上啊 啊 你 你 你可还有韩报告吗 你怎么了 你想不注意一点 以后不能这样啊 过来 来 小师我特意给你做的过油肉拌面 好 趁热赶紧吃 以前呀 甭说吃了 我看见就腻了 没想到啊 现在觉得这么香 以后啊 想吃啥 你就跟我说一声 哎 你吃完了 可得把嘴上的油擦干净了啊 嗯 哎 咱俩的事 你没跟别的犯人说吧 哎 这事 可一点风声都不能弄 这要是出了事 我可就惨了 咱俩啥事 你把我徐立芹想成什么人了 啊 哎呀 王牧僧呀王牧僧 你这个问题 可是提得有点幼稚了啊 哎 对了 你呀 笔杆的不是挺厉害的吗 这是你的强项 你以后啊 多写点文章 你就写这个 劳动改造心得体会什么的 我跟你说 我回头给你好好使使劲 在新生报上 多登几篇你的文章 这样加分加快 你要是按我说的去做 保证你早点出去 真的啊 先先先 哎 老王 我说咱们犯人的劳动任务 怎么定的这么重啊 难道 人的价值 就体现在 重几亩地 养几头牛上面吗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干不了了 哎 那可不行 这犯人啊 都有定额的 你要是不干 我怎么将人交代 再说了 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你知道吗 你就这点能量啊 老王啊 你为啥爬不上去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吗 就是太过于保守 当领导拼的啥 就是破例 我在当领导的时候 最讲究的就是破例 你看看你们萧区长 年纪轻轻地 就受到领导的重视 拼的是啥 就是敢想敢干 领导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破例和铁腕 你老婆工作怎么样了 挺好的 现在一千多个钱 挺满意的 来 给个烟丑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跟我说一声 我给他们打 就会打电话 对你来说 我给他们打电话 你打电话 对我来说